真的很难想象 这样两块上宽下窄的巨石之上 竟然立有两座砖塔 康熙 英众 乾隆 分别探访了此地 甚至乾隆爷还亲手留下画作 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醒来后究极后悔 那么此地到底有何神奇之处呢 大家好 我是大胖 咱们今天来聊 位于我国河北省承德市的双塔山专塔 自古以来承德就比较出名 避暑山庄算得上清代皇室的第二办公地点 这个双塔山就位于承德市区的西南方向 大约十来公里 说是山其实就是两座巨大的岩柱高耸陡立 在岩柱峰顶之上各建有一座塔 因此得名为双塔山 两座山峰的高度相差无几 南峰略低一点点 形状具为上粗下戏 远远看起来似乎还有些摇摇欲坠 但实际上已屹立了数千年 由于角度为负 至今还没有人能徒手攀登上双塔峰 那么古人又是怎么上去的呢 这个后面会讲 先给各位说一则趣事 记录在纪晓兰所编撰的 粤维草堂笔记 鸾羊续录中 原文呢我就不读了 大概意思就是说 有一年乾隆爷来避暑山庄居住 每每路过双塔山时 总是能遥望见封顶的双塔 心下就不免奇怪 于是呀就问当地老百姓 上面的双塔最近何人所见 结果这一问 事情更加玄乎了 据当地民间说法 每当新春佳节来临 石塔庙门的两侧会挂起一对红纱灯笼 还贴着一副对联 夜晚的时候还时常能听到 从庙里传出的范文诵经声 按照此等说法 这庙里应该有人居住才对 可事实上 从没有人进出过此庙 退一步说 根本也爬不上去封顶 没生想 乾隆皇帝越听越兴奋 他本来就是一个好奇心比较重的人 于是当即决定上去那封顶 瞧上一瞧 随即安排身边的大臣想办法 立马就有人给出主意说 可以架购木为梯 呈知字形来回曲折而上 说干就干 皇帝亲自安排的事 效率自不必说 没几天梯子就打好了 乾隆帅一众臣子 浩浩蕩蕩来到双塔山下 开始攀登木梯 满人本就上午 乾隆还总喜欢打猎 体能方面没得说 三两下就登上了南峰顶 群臣高呼万岁 场面沸腾无比 此时 映入乾隆眼前的 有两棋地种满了韭菜 地旁有一座砖塔 塔高约五米 边长约两米五建方 塔内供奉的一尊石像 以及一块 刻有王先生字样的石碑 神仙的仙 另外还有一张石头打磨的桌子 一支石制的香炉 在石桌上还放着一本厚厚的现装旧书 石桌下则摆有一双编织而成的草鞋 除此之外 别无他物 乾隆眼打量了一番后 不免就有些失望 随手拿起石桌上那本厚厚的现装旧书 翻阅了查看之后 结果发现 写的不明不白的 完全不成章法 于是有点生气 又把书放回了原处 这好不容易上来 结果啥也没得到 当然不甘心啊 于是乾隆又围着庙转了两圈 但还是不曾发现什么新鲜物件 兴致盎然的沿着木梯 原路爬了下来 扫兴而归 结果到得当日晚上 熟税的乾隆皇帝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个留着白胡须的青瘦老头 就跟乾隆说 万岁爷 您知道您今天错过了什么吗 那双塔山上的两棋韭菜 根本不是什么普通韭菜 而是一年四季生长不枯的仙草 吃了这种仙草 不但可以延年益寿 还能长生不老 您翻看那本旧书 也不是一般的书籍 那可是一本天书 若读懂了此书 便可通晓天下势力 无所不知 还有那双草鞋 实际是一双登云靴 穿上这双靴子后 便可腾云架雾 周游天语 这么多宝贝 您一个都没看中 错失了莫大机缘 唉 说完就飘然而去 乾隆皇帝一听 心中顿时后悔不已 稍一顿足就被惊醒了 自言自语的惊喜道 没事没事 待他明日我再去一趟 把那双塔封顶的宝物 全给取回来 一日一大早 乾隆皇帝就率重 再次来到双塔山下 众大臣心下还犯嘀咕 这万岁爷是咋了 怎么登山还登上了尹 可所有人都没想到 瞬间狂风呼啸 十分不适合攀登 但乾隆皇帝心有不甘 硬上竭尽全力的往上攀爬 好在山体不高 可就当他几乎要登到山顶时 昨夜梦里出现的白胡子老头 嗖的一下 飞来他面前 伸出一只手 恭敬的说道 万岁爷 这山你上不来了 话音刚闭 山体恍然间 竟增高了不少 把乾隆给吓了一跳 赶紧命人安排工匠 继续搭建木梯 可忙活了老半天 木梯不断增高 但始终过不到山顶 正当众人疑惑不解之时 山顶上传来白胡子老头的话音 列位全都甭费力气了 老朽对此山施了法 梯掌山掌永远差着一步 谁都登不上来 机缘已尽 不必再费周章 文德此言 山上身下的众官兵 工匠 大臣 无不败倒在地 乾隆见状 也只好打消了登山念头 留下一声叹息 从此 再没有攀登过双塔山 故事呢 说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但《月威草堂》笔记 毕竟是一本智怪类小说 主要搜集各种 苦鬼神仙 因果报应 劝善成恶一类的 乡野怪谈 其情异事 它并不是史记资料 所以也当不得真 大家呀 就听一乐呵 但乾隆的确来过此地 不然也不会留下这幅画作 接下来呢 咱们聊聊现代 对于双塔山的探索 本身双塔山所处的地界 是承德市最大的自然风景区 总面积3000多公顷 当初为了发展旅游业 当地政府也比较看重双塔山 属于比较独特的风景线嘛 于是就派当地的文物局进行研究 这一研究才发现 早在1976年 河北唐山大地震时 承德也受到了波及 封顶的砖塔被震塌了 还掉落几块大青砖 经过对砖的研究就发现 这是一种素面勾纹砖 大且薄 质量极好 具备辽带烧砖的明显特征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两座砖塔是聚集一千余年前的辽人所修 那么问题来了 辽人是怎么把石块搬上去山顶的呢 又为何要修这两座塔修来又是干嘛用呢 当时政府的主要经历放在了旅游开发上 并没有对上述问题深究 只关注到这两座塔的确来自一千多年前 于是修了一座螺旋楼梯 并对封顶的双塔进行加固修缮 尤其是北塔 几乎只残存了地基部分 咱们看北塔特别的新 这全都是现代加工的 包括塔内的法像 也都是现代人放进去的 原先该有的文物 除了留下一个暗台 一个香炉 其余荡然无存 很显然更早的时候 有盗墓贼来过这里 具体怎么上来的 就不得而知了 在2000年初 旋转楼梯对外开放 游客们还能上山观光 但由于素质参差不齐 时常发生偷盗现象 包括进一步对塔身形成了破坏 于是开放后不久 又关停了这处景点 后来初云对文物的保护 还把楼梯直接给拆了 很长一段时间内 就再也没有人上去过 可能是当地旅游局刻意渲染 慢慢的双塔山的大名再次响起 什么传出范文的送金声 霞光满山之类的 勾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 一直到2010年 央视栏目组领头再一次重启 双塔山专塔的调查 还请来了大大有名的户外探险家 胡冬月 结果老胡同志也犯了难 上宽下窄的山体 角度为负数 完全没有借地点 根本爬不了 后来想了个办法 扔个绳子过去 直接爬绳子 但扔是肯定扔不了这么远 于是胡冬月拿自己的弹弓 先把绑着细线的罗姆打过去 再用细线拉动绳索 形成穿山绳 结果弹弓也打不过去 始终差着十几米距离 怎么办呢 最后请来了当地消防局 使用一种叫抛头器的东西 才终于把绳子穿过了山体 胡冬月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用了四十多分钟 爬到了山顶 并进行了实地拍摄 南风上的砖塔一共三层 高约五米二 边长约两米六二 四角四边 具有木梁 自砖体内伸出 群挂有九龄 塔内中空 共有佛像 塔身一层设有两道加固铁钩 塔身二层也有一道加固铁钩 这都是当初的旅游局所做 北风上的北塔 平面野强方形 塔身几乎都是在两千年左右 现代人所修缮 仅塔基和中部残留的塔心墙 为原来的物件 高约六米一九 边长约一米九二 塔体共有三层 叠色出炎 塔顶为砌砖保顶 一层设有塔心圈洞 洞内也供奉佛像 根据推测 当初的撩人 应该也是类似于乾隆那般 构构而上 还能同时上两座山搬运石块搭建宝塔 那么建造砖塔的意义何在呢 起初人们以为这是墓葬塔 一般得到高松的骨灰或者舌粒子 会存放在塔内 但一般是放在塔身下面 负一层的地方 而双塔山的砖塔并没有挖地下室 这就不符合墓葬塔的说法 也没有找到骨灰或者舌粒子 而且撩人最初盛行树葬 打官显贵们死后 要先挂在树上晾晒三年 然后再收起骨而分支 一直到后来受到汉文化影响 才逐渐改成了土葬 所以这两座塔 绝非什么墓葬塔 当专家们看到 塔的下半部分 居然残留有白灰 进而推断出 始建之初 塔山通体有可能都是白色的 于是专家们进一步提出 按照当时宋良的版图来看 中京到南京之间 刚好会经过双塔山 而这一块的地形非常复杂 行走其中极易迷路 那么这座通体洁白的方塔 理应是路标的作用 不仅双塔山有 其他地方也发现了 类似止路塔的遗址 刚好可以佐证这一说法 那为什么路标 要建成塔的样子 而不是箭头形状呢 因为辽人非常崇尚佛法 甚至有辽代皇帝 能亲自下场眼角佛经 那么把路标制作成佛塔状 路过的战士们看到 也能有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佛族保佑嘛 是吧 我个人认为 这个路标的说法 还是比较合理的 各位 你们怎么看 好 本期暂且说到这里 最后一句话 没点赞的朋友 还反省 长按点赞 支持一下 万分 感谢 下期更精彩 拜拜了各位